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白鹤道长手中是一把黑色的尺子 上边是一些符文 出现在白鹤道长手中之后 跟着被他放置在桌面上 然后左手从怀中掏出了三门铜琴 王爷就站在旁边 看到这一幕 脑海之中已经想到了一些关于白鹤道长的传说 据说白鹤道长的尸城是来自于三大像术之一 现在看起来啊名不虚传 不过他现在要做什么 王爷可不知道 但从之前的话听起来 应该是跟李高楼有关 事实上好多次李高楼的重要转折点 都有白鹤道长的影子 小李同学的命理错综复杂 实在没那么容易可以弄明白 终于随着三枚铜琴全部立在黑尺上 白鹤道长口中直接喷出一口血来 就这一下过后 他脸色又变得惨白 凶多吉少啊 他差了一分紫微命格 现在跳入困局之中 想要从里边再跳出来 几乎不可能了 来不及确定自己的身体状况 白鹤道长马上看向王爷 就在刚刚 他利用自己的推演之术 替李高楼补了一挂 这样的本事 想来除了白鹤也没几个人了 那怎么办 现在已然联系不上他了 再回来不可能啊 王爷的脸上同样写满担忧 他自己也清楚 李高楼对于如今的局面究竟是多么重要 更何况他跟李高楼之间的关系 本就非同一般 现在明知道可能伴随着无法形容的危机 但是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想想啊 我想想啊 白鹤道长眉头紧锁 他自己也没想到 自己预料之中的危机会来得这么快 之前预感到紫薇 陡星发生变化 随即马不停蹄就赶到这 可中优还是来晚一步 王爷自然也保持着沉默 他也知道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打扰白鹤道长 这个人的本事神秘莫测 对于面前的局面来说啊 想必只有他能找到一种合适的办法 终于随着白鹤道长再度抬头 似乎拿定主意 现在看来啊 只有一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 本来就在等待这个结果呀 王爷马上问 找到二毒和影月 希望就在你们身上了 白鹤道长说完之后直接起身 显然他一刻钟都不想多耽搁 至于说究竟他打算做什么 却没人知道 苍茫的大海之上 天空完全被阴云所笼罩 万里之内 浓重的黑色似乎要将下边的一切全部摧毁 这儿就是西日恶人岛所在的地方 不过此时 这儿却显得支离破碎 隐约的可以看到一些 裸露在水面上的高处 但大多数的地方已经完全被摧毁了 最终整个区域的中心位置 好像出现了一个巨大眼睛一样的东西 四周的海水不断的朝着其中倒灌进去 偏偏这样的场面却没有任何多余的声音 这看起来无比的寂静和压抑 整个漩涡差不多得有几十公里的样子 大海之上这样的距离显得并不起眼 然而事实上如果从上边看下去实在非常恐怖 而围绕着整个漩涡 黑色的航船安静的停告 就像是一个卫兵一样 这些船全部属于永生会 但是永生会的战事却没有出现在甲板 他们全部都在船舱里 这个从开始诞生就无比神秘的组织 直到今天也没多少人见过他们真实的面貌 并且似乎永远被一种阴冷的气息所笼罩 从最开始确定了这个位置 到最终直接采取了行动摧毁恶人岛 整个永生会的行动非常迅速 当真有种摧枯拉朽的感觉 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在这之前根本没人相信 距离漩涡最近的位置 是一艘最大的航船 这艘航船看上去非常巨大 那感觉像是航空母舰那种感觉 但是啊 却形状十分怪异 此刻就在这艘船的内部 靠近底部的位置 一场神秘的会议正在进行着 还有三天时间 海水就会将下面的区域灌满 到时候那个东西就会上来 机械的声音显然是经过加工过的 不过说话的这个男人 却坐在面前的椅子上 穿着一种好似皮革材质的作战服 带着个面具 事实上整个会议室 所有的人都带着面具 十二个人 这十二个人 就是永生会最为强大的力量 同时也是永生会的决策领导 同样为了真正的保险 所以没人知道 究竟这十二个人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或许他们彼此都不清楚 只是一直以来 有种隐约的猜测 毕竟永生会所有的行动充满着危险 尤其是面对着天盟的压力 以及世界其他各国的力量 所以一不小心可能就是粉身碎骨 正是如此 所以一直以来永生会的高层 保持着足够的谨慎 这十二个人在现实世界当中的身份 是绝对的秘密 但是永生会一直以来的决定 都是来自于他们十二个 而且他们的目标也从来没改变过 那就是让暗黑者 重新在这个地球上复苏 并且他们十二个人 身体之中来自于暗黑者的血脉 也一直保持着 在整个组织的最高水平 此刻随着第一个人说话 其他人也相继表达自己的看法 以及他们自己所分管内容的进展情况 三天的时间 我们其他的事情要发生了 伟大的神灵将要出现 希望这一次我们可以永生 说到底啊 他们最根本的目的 其实一直以来 就是为了可以一直活下去 这样的目的非常简单 简单的让人无话可说 同时说话的时候 几个人的眼睛 都看着面前的那座雕像 这座雕像如果李高楼在的话 一定会非常惊讶 因为这个雕像对他来说 相当熟悉了 曾经女王城堡的地下 李高楼看到黑色龙幅的位置 那可不就是面前的雕像吗 另外在大鲸鱼的体内 他所破坏的那个永生会的基地中 同样有这座雕像 一个黑袍人站立着 突然有人问 首领什么时候回来 通过这句话 我们可以听得出来 他们所谓的首领 赫然就是这座雕像的主人 事实上外界根本不知道的是 整个永生会实际上 也是那位首领一个人创建的 另外一个人眼神之中带着狂热 现在还不到时候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首领了 但是这一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首领或许会出现吧 显然他们所谓对于暗黑者的崇拜 实际上更加确切来说 是因为那位首领 而他们所向往的 也是可以在自己首领的带领下 走向属于他们的辉煌和永生 大家一定要打起全部的精神 最终的序列就在我们之间产生 机会是平等的 就看最终首领会选择谁 所以每个人希望都可以竭尽全力 之前第一个说话的人出生 显然他是占据着某种主导地位 至于说序列 则是关系到整个永生会的规则 实际上也就是首领选出来的继承者 任何一个组织 如果第一人的地位牢不可破 那么继承者的身份也会变得至关重要 而李高楼曾经杀掉的那名序列 实际上是拥有这个机会的 可惜却因为李高楼的关系 永远的结束了 这下整次我做 referral 明镜好 我